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回的女儿家 提笔降着时间花 回眸已刹那 偏巧遇见他 从此后心事 没停止喧哗 万事逍遥自在一生 他却在心上落痕 怎奈爱越险越深 携手一路过红尘 桥里的女儿家 一笔一抹为他画 勾勒出爱情 传美的年华 风摇晃枝呀 放心隐瞒呀 怎么藏得都远返 爱他深色的眼神 跨下一圈圈绵乱 长相厮守心生人 欢喜仙醉心真迹要不要 不要不要走开走开 来一来看一看 欢喜仙醉心真迹要不要 我给你便宜点 来一来看一看 欢喜仙醉心真迹要不要 来一来看一看 这是哪家的公子客 竟生得如此玉树临风 潇洒剔倒 想必这礼府的二公子 也不够如此了吧 看来 也只有我堂堂欢喜仙的妙笔丹青 才能画出如此一世独立 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好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欢喜仙醉心大作美男图 绝对真迹 仅此一份 百年难遇 千载难逢啊 各位客官 切莫错过呀 这个真的是欢喜仙的真迹 真的 比真金还要真 二位小娘子 既然这么有缘的话 不如给个十再讲 十两银子 把这里二公子带回家 如何 十两 太贵了 太贵了 这不换十两银子太便宜了 我看能值两千两 十一呢 十一呢 就是他 画上那个人就是这位公子 我就说是他刚刚画的嘛 我这才是真迹 这不是第二公子 这假的 这随便画的嘛 这 不是 都是最新的 这确实是我画的 那确实是文心的真迹嘛 你们 这是最新真迹 来来来来 看一看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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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公子啊 你刚才可说了 这幅画 值两千两 君子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倒 笔法还算过得去 值三两 末法尚能入义 值五两 不过盛在这画中之人神行俱佳 所以这两千两 也不为公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画迹 值值八两 而你这个相貌 却值一千九百九十二两 所以姑娘是不想卖了 成交 好 那还请姑娘一预布 随我回家取银两 好说好说 走 又来 你还没给钱呢 好 姑娘 你可曾见到一个 相貌俊伟的公子 我正想问你呢 我也在找他 对 姑娘 你找那公子有何事 他让我跟他回家 取银子 回他回家 分头找 一定要尽快带回李府 走 李府 那又竟是李府的要犯 我还以为我被当做同伙抓起来 岂不是小命不跑 李家大公子可是个失血魔头 我忍不得忍不得 可惜了我那两千两 那 两千两啊 云瑶郡地处西南边陲 知里山水秀丽 物产丰饶 初产的云瑶云铁 更是享誉天下 云瑶李氏三代公爵 百年来治理云瑶 坐享着天地馈赠 但这云瑶李家 仗着天高地亡人 便娇奢享乐 家主乐安公 日诞猪肉八十几 娇妻美妾满云瑶 胡子一大把 儿孙力挪筐 他那长子 是个嗜血魔头 曾为军中武将 却因为打仗杀红了眼 得了贱人便杀的怪品 其遇一众孩儿 更是百般荒唐 身宅大院之内 奇闻密室 骇人听闻 简直是 岂有此理 押忍 pies 一下 石头 冰公爷 大公子回来了 骑骨 恭迎大公子回府 恭迎大公子回府 韩儿 再见父亲 快起来吧 有没有什么外人 何必行此大礼呢 父子君臣 礼叔不敢有事 孩儿久未归家 父亲谷月相迎 孩儿自当谢灵 一家人 没有这些虚礼 说要紧的 皇上许了你什么赏赐 快说来与为父听听 父亲 这便是皇上的赏赐 此宝剑铸造精良 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啊 不错 此剑乃开国大将虎 魏将军生前所用佩剑 圣上 除了赏赐孩儿这柄宝剑之外 还许了孩儿另外一个赏赐 须孩儿向父亲征得同意 才可向圣上讨要之赏赐 好剑哪 不如咱们向皇上 讨要这个仿造之权吧 父亲 您知道孩儿想要什么 你可起身说话吧 静怡跪为父就头疼 兵儿啊 你是家中长子 你将来是要继承爵位的 你说你这终日在外打仗 这恐怕 父亲 孩儿志在沙场 至于爵位 交给红玉更为妥当 他那个性情如何之假呀 红玉不懂事 孩儿自会好好管教他 但云瑶副驾一方 却无半点兵力 因此而被其他世家门阀 觊觎 尤其是那京城宋家 他们更是虎视眈眈 这如亲不得好好的吗 父亲 居安思危啊 不用你来教父亲 说一千到一万 你就是要去打仗受罪 是不是 孩儿本就是武将 圣上赐我虎威将军界 就是联系孩儿是个将才 要说让你回到军中 也不是不可 卢管事把华策拿来 是 如今哪 家中有一件甚为紧要的大事 必须交由你亲自去办 为父才能放心 何事如此紧要 来 公爷 快看看吧 云瑶一世之 礼府觅文 父亲何事开始看这些东西 名声势大呀 这本画册 编造我礼府丑闻 玷污我礼府清语 你这几日 就去把这个叫 欢喜仙的画师 拿回来严加审闻 我倒要看看它是何居心 父亲 这就是您的 紧要之事 看了你就知道了 说什么为父娇舌无度 在云瑶城里养了十几房 娇妻美妾 说得那是栩栩如生 正有事让你母亲看见如何是好 对 还有你 杀人魔王 嗜血成性 简直是不堪入目 是客人输不肯 父亲 不必多言了 拿到了欢喜仙 平息了风波 你再与为父谭证回军中的事情 父亲 对了 你母亲静庙上香也快回来了 我得去看看她这个斋饭背好了没有 哎呀 你也赶快识到识到 别再让你母亲念她了啊 走走走走 哎呀 天天不是这笔鲜 瓜妹 你可别吃了 你看看你胖的 咱们医馆的客人都被你吃没了 不 起来 看什么菜呀 不是给你吃的 还闻哪 一哥哥就知道吃 你们心真大呀 咱们医馆多长时间没开门了 生意都给对面的画门老抢去了 你们真不着急是吧 你们就应该学学你们宁馨姐姐 你看人家长得漂亮 还琴家练琴 吃吃就知道吃 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还吃 赶紧给我修花去 要不就给我练琴钱 赶紧从我面前消失 都站在这儿干吗呀 你们不用练是吧 我们现在去 走走走 我们去练琴 这帮小蹄子们 都这么没良心 气死我了 站住 你还知道回来呀 又是半个月不着价 天天去哪儿鬼混了呀 阿娘 人家哪有鬼混嘛 我这不是 去外边挣钱去了吗 在那个茶馆酒肆里 打听点小道消息 就是挣钱呀 什么打听小道消息 我那是收集坊间故事 好画成画本 挣大钱 钱呢 没赚着 不过你女儿我 现在可是名满云摇了 大家都拿着我那个画本 争相传阅呢 只可惜 抄袭我画本的人太多了 反倒没认识我的真迹了 倒是让那些造假之人 赚得盆满钵满 真是有眼不识尽相遇 这么说 你还是赚到钱了 没 没赚着 没有你捂什么呀 给我拿出来 我没有啊 拿出来 给我拿出来 你给我拿 你回来了 宁兴姐姐 我跟你说 阿娘拔了我的猫 把我煮了吃了 你看你瘦成那个样 熬了汤都没人愿意喝 阿娘 小五已经退热了 谢天谢地 真是太好了 小五生病了 我给他熬了点鱼头汤 你赶紧给他喂下去 宁兴姐姐 我跟你一块儿去看小五吧 走走走 你回来 快点儿 炸好了 趁热 给我的 好 好久没喝阿娘做的鱼头汤了 阿娘这手艺 真是更生一成了 你少来这套 你看看你瘦的啊 跟个瘦猴似的 我看着都咸 从明天开始啊 你哪儿也别去了 乖乖待在驿馆里 给你那些姐妹们 画几张像样的画像 我好去招揽生意 我不都已经画过了吗 你画得也太像了 你得画得比他们 更漂亮一些 更好看一些 你再给他们画上 现在实行的发际 还有那个妆面什么的 我不画啊 但我挣钱 阿娘你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名声在外了 一旦大家知道 我是婚喜仙 那我就一鸣惊人 裁员滚滚了 咱们以后 就再也不愁没钱花了 阿娘你知道吗 今天有人啃出两千两 买我的画 两千两啊 要不是天杀的李家 当我好帅 我钱早就拿到手了 行了 你画不画呀你 我不画啊 你画画 你回来 你画不画 我告诉你 你回来 你找不上去 我要你啊 我就再也不画了 我到时看 你料钱还是料钱 你要钱 我要你 她还真是欢喜仙 有趣有趣 公子深夜换阿茂来 可是有药师啊 欢喜仙啊这是 怎么连你也知道 看过了 没看过 不知道 公子是 是 再看呢啊 牧子 这种东西怎么入得了我的眼 是 现在吩咐你去做一件事 请公子示下 你去发布一条悬赏告示 不要以我李府的名义 就说 重金悬赏欢喜仙真迹 懂吗 阿茂明白 公子 这几日诸春劳顿了 您早点歇息 你也辛苦了 早点休息 阿茂告退了 你还想就会 你还要不认为 你还能再多 决定你还没有 他就没有 你这个决定你还不认为 自尽了 这是哪儿来的贼人 胆子也太大了 千半连 果然又是他们 这 这都已经摸到福厉害了 公子 这 此事不可声掌 以免引起李府的慌乱 是 祖宫 公子派曾告知 李鸿斌已经对我们有所察觉 他一回府 就严加监管云铁的运速渠道 非但如此 此人钻痕霸道 恐怕将来还会患了大死 公子请你将其除掉 以免后悔而无处 是要杀了李鸿斌吗 公子就死这样说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告诉他这次我可以赢了他 但下不为例 是 属下还有意思要向祖宫禀报 我们派去街头的太子 被李府的人发现自尽了 不过还好 并没有暴露我们埋在李府的内衣 我要的东西他可曾找到 秘库存有李家切材 甚为机密 四大罗海图也一定在秘库之中 只是来秘库监密 想要道徒实在不易 只能派人潜入其中 迅速记下图样再复原出来 方能问头 李可有什么办法 属下死的一人 有购目不忘的本事 且在于做华 好 你设法安排此人进入李府 画出四大罗汉图 是 我不忘 你就是给我炸装 这个臭丫头 你别不忘 你给我炸装 你又打扮成这样去哪儿啊 大家 回来 等我发大财 给你买大筛子 你个孩子放大筛子 回来 桌子上有碎银子 给小五买鱼桃炖汤喝 不让娘你看看 怎么能这样吗 不是你们炸不这么难看 还怪人家不化吗 来 我就知道 有才之人 是绝对不会被埋没的 跨过这道门 我再也不是你们瞧不起的熊熙肉 而是人人皆知的大画师 欢喜仙 兄弟 才是欢喜仙 你是欢喜仙 你瞎说什么呀 我才是 我才是欢喜仙 我是欢喜仙 你敢欢喜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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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帮子 我才是欢喜仙 兄弟 你们都是错识人啊 这啥事 欢喜仙 你是干什么的 爸 这么快 看着你看着 这是什么人 穿着你 看着你 看到你 冲你不关心仙 看看本大仙待会儿 怎么经路你的真实面 公子 开始吧 是 这骗子还找后门 感谢各位的光临 今日可谓是高手云集啊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童 你看 各位除了长得都 如此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之外 艺术理念还如此地一致 几个艺名都叫欢喜仙 但是吧 云瑶城 只有一个欢喜仙 数在下眼镯 我 不知哪位才是欢喜仙的真身呢 我才是欢喜仙 我 我才是 我 我 我才是 我才是 我 我是 我是 我是欢喜仙 我才是真正的欢喜仙 他们都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臭小子 你才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说什么虎话 看你这若不经风的样子 能拿得起画笔吗 你们这群骗子还说自己是欢喜仙 我才是欢喜仙 去 去 去 呀 一群骗子还说别人是骗子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 真正的欢喜仙 手中的画笔 是多么的潇洒 我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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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传闻 欢喜仙 过目不忘 你们 谁有这样的本事 这 我有 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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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说无凭 众所周知啊 欢喜仙是靠话记闻名云瑶 那就烦请在座的各位 现场较量一二吧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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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较量 好 来 来 不错 啊 统统给我拿下 什么情况 这事干吗 你真是干什么 活捉欢喜仙 都给我绑了 你别抓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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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 有刺客 快跑啊 别跑啊 放开我啊 救命啊 我先带死了 饶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饶命啊 救命啊 饶命啊 你 够 饶命啊 饶命啊 什么呀 都是练下的 别动 饶命啊 饶命啊 放开我 饶命啊 饶命啊 说 谁派你们来的 说 这 该死的大魔头 一刀就杀这么多人 请公子恕罪 本来想着射局抓欢喜仙的 却不曾想上刺客也汇入其中 不过 他们既然选择在此时动手 说不定欢喜仙真与他们有关呢 总之 这些人如不矫情 后患无穷啊 你立刻去调查清楚 公子放心 属下这就去办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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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 走 起来吧 知道你还行 再不起来 我就要验尸了 快点 放开我 快点 放开 走 好好湿点你 追 放开 是 欢喜仙 站住 站住 快 追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点 还好我急着 把这草就死怕被灰了 谁啊 放开我 你是不是有东西掉了 熊男 怎么又是你啊 你就是欢喜仙 书院里有几百个人都说自己是欢喜仙 为什么你偏偏揪着我不放 随我走一趟吧 走就走 我又没做亏心事 我还怕你不成 是你这个刀架着我 我怎么走啊 大公子 大公子 别找着 把这里给我搜仔细了 一处都不准放过 是 快 那边 这边 我 我怎么就成被缉拿的犯人了呢 到底怎么办呢 虎牙喜仙 你想跑到哪儿去呀 是你 你不就是之前那个 冲灰房的那个 阿双 四母 你发财了 现在都穿上绫罗绸缎了 一点都不像 从冲灰房出来的 两年不见了 可是有什么心裁咯 我是专门来找你了 我现在就有一个发财的门道 不少你有无兴趣 找我 多少钱 两千两 又是两千两 没事没事 有兴趣 可是 这么大块肥肉 你肯白送我 自己怎么不拦下来 我倒是想 可是我们得你过目不忘了本事 也是也是 你现在是当上前客了吧 好说好说 行 既然出门在外 大家就都是朋友嘛 你拿多少钱我不管 只要兑现我的两千两 咱们就有福同享 珠莲碧盒 又 正是此意 那你这次找我 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我要送你去个地方 这画传闻中的四大金森罗汉图 为啥要画罗汉图 我们拿钱办事只管做事 不问缘由 这次规矩 也是也是 画这种东西嘛 自然是要保密 这又是什么 到地方自后打开 里面是街头暗号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找你 跟你对上暗号 他会安排你的具体事宜 日后还会负责你我之间的沟通 放心吧 好说 那你回头让主家败好银子 等着我的画吧 对了 你还没跟我说 要去哪儿画呢 李衣服 怎么了 我是说 这李衣服的门 怎么就这么大呀 这是后门 难道你还想走正门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进来 这死阿爽 也不提前告诉我是来李衣服 我换了那么多李衣服密封 可不能让人知道我是火星仙呀 到地方自后打开 里面是街头暗号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找你 跟你对上暗号 他会安排你的具体事宜 日后还会负责你我之间的沟通 月花五百路 翻黑临秋天 你念叨什么呢 快跟上 这儿 人我已经带到了 辛苦嬷嬷了 排好队吧 那个是他们管事的吧 他怎么老盯着我看啊 难道是街头人 快说 五百龙 帅你 不是的 我是梅香 大公子现在缺一名贴身小私 你们有谁愿意去伺候的 李大公子杀人魔头 我可不能到他院了呀 梅香姐姐救人一命 生造奇迹浮屠啊 我看中的也是你 什么呢 天色也不早了 跟我走吧 干嘛去啊 换衣服干活 我这糟度 是什么孽 记住了 这里就是大公子的别院 孝丰院 我 我 梅香姐姐 这是什么声音啊 不会是李大公子刀下的冤魂吗 听久了你就习惯了 我梅香姐姐 李大公子待会不会杀红野 把我也给杀了吧 少一伦家主 什么乱七八糟 还有一件事儿 这四大金身是什么呀 四大金身你都不知道啊 四大金身就是我们当今李府的四位美男子啊 这你都不知道 我 竟然有人为了满足这种欲求花两千两银子 云瑶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等等 那我岂不是 就可以换云瑶第一美男李二公子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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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笑什么 快跟上 到了 快进去吧 这是哪儿啊 大公子就在里面沐浴 去 进去伺候吧 沐浴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难道大魔头不在 连泡个澡都这么生命 有钱人家真是丧尽天良 我都不不畏动 Men 这我都是水吗 有什么不同啊 要得了吗 连泡个澡都不认识 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一摇 你是档子你 你喝了什么 我去哪儿她 你喝了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 一定够酒 作曲 李宗盛 影响的都是你 几朵欢笑几朵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 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决定是自己 金色年华 和新书给你 作曲 李宗盛 心中泛起了涟漪 像风景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绵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几朵欢笑几朵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 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 和新书给你 几朵欢笑几朵情 牵引你而行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 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 金色年华 和新书给你 留意 往下 Cover 往下 受到的 优优独播剧想要偷 obser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